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達傳說 曠野執行中文版 我說為今天我們人在古龍城這邊 我在這裡 在古龍城上面的 西摩伊托賽神廟 我們想要解一個迷你任務 這個任務叫做 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在古龍城這邊的話 我們就從這個神廟這邊下去 這邊是古龍城 然後 如果走下去的話 這邊是村長 村長的家 這樣 那我們今天要聚集的任務 在村長家附近 這樣 你從這邊走 村長家出去以後 然後往右邊走 看到有一個人好像 好像在打鐵的感覺 然後呢 旁邊有他的徒弟 在這裡 你跟他講話 他說他是古龍族名將 柏洛杭師父的 徒弟 呼哥 他說他師父對其他人都很嚴格 然後要把古龍城 要他把古龍城周圍的熔岩巨人 通通解決 當作修行 但是他不管怎麼樣 都沒有辦法打敗 達魯尼亞胡的熔岩巨人 所以我們就要幫他打這個熔岩巨人 那這個熔岩巨人在哪邊 就如果你接任務以後 你可以按加號 然後按LR這樣子 L跟R 選到最右邊 一直按L 選到最右邊以後 你就選到這個迷你挑戰 繼承一波之道 然後你按A 設定目的地 如果你按A的話 設定目的地以後 你看你的地圖 按簡號看地圖 你就會發現 地圖上有這個 亮光的這個地方 這就是我們要去解任務的地方 好這樣那我們就出發了 那我的話我就從 原路走回 長老的家 然後再一路上去 走到剛才我們的那個神廟 我們出發點那個神廟那邊 這邊 然後在神廟這個附近 有很多那種會吐東西給你的怪 那你就是準備好你的原型炸彈 什麼時候他要吐東西給你的時候 你就發炸彈給他 把他炸死 這邊 這邊 這邊本來都有很多怪 可是都被我先炸死了 那我們就一路走到這邊 反正你看到有 會吐東西的怪 你就丟給他一個 炸彈就對了 我們先來到廢棄的北部礦坑 我發現走這邊會比較快一點 這邊可能又會有一個這樣 會吐東西給你的 你就丟炸彈 然後把他炸死 這樣比較快 不然他會吐一個什麼火球給你 這樣我們走到這邊 我們大概走到這邊 這邊就是離我們的光點最近的地方 好那我們就從這邊開始爬上去 爬旁邊這裡 這樣應該沒有什麼體力也可以爬上來 這樣我們從這個地方飛到對岸去 就希望不要被岩漿燙燙到 雖然他穿了這個衣服 但是如果掉到岩漿裡面還是會死 好所以我們就到了熔岩的另外一端 然後持續往我們的光點出發 有看到一個岩石巨人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打過岩石巨人 岩石巨人的話 就是他背上有一個 好像那種 礦石的感覺 你就是要用劍射他的背上的礦石 然後就會倒下來 不過我們今天要打的是熔岩巨人 所以他的身上除了有礦石以外 還有整個身體都是那種岩漿 那我們就先要讓他冷卻一下 那大家如果有冰劍的話 可以準備好你的冰劍 然後可以用冰劍射他 冰劍射這個熔岩巨人的時候 熔岩巨人就會被冷卻下來 就比較好打他 那如果你沒有冰劍的話 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之前的影片在解 大概前兩集的影片 解藍色火焰那個神廟的話 那個神廟有十個冰劍可以拿 那如果沒有冰劍的話 就最好去找到冰劍 就先解那個神廟 然後拿到冰劍 這邊這邊就是熔岩巨人 這樣 那他背上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礦石就對了 你就是用冰劍 這樣我準備好我的冰劍 準備好我的冰劍去打他的礦石 等他掉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固定器 就是我們升級的固定器 我是怎麼升級固定器的 也可以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就是這個系列的影片 我們可以用固定器 它如果倒下來的話 我們固定它 固定它 然後呢 用你最厲害的武器 比方說我最厲害的武器 應該是這個 碎岩劍 去打他背上的那個礦石 這樣 可以長按Y 就可以這樣旋轉 這樣旋轉 那有時候你發現 你要打那個礦石 可是你這樣旋轉的時候 沒有辦法瞄準那個礦石 那如果你想要打的時候 可以每次都打到礦石的方法 是這樣子 你在按Y 長按Y的時候 也同時按ZL 同時按ZL的話 就會瞄準你要打的東西 比方說按Y以後 同時按ZL 就會瞄準附近的目標 那時候呢 我們如果爬上去它的身上的話 那附近的目標就是那個礦石 就不會打到空氣 好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 我們就出發 可以給它一個炸彈 叫它起床 它起床了 那我們準備好我們的禁止器 這樣 它背上的礦石在這邊 打 它就倒了 然後我們用我們的 禁止器 禁止它 太慢了 太慢了 再一次 這樣打它身體 讓它身體不會熱喔 不然它都是熔岩 禁止它 欸 喔喔喔 終於成功了 然後我們 長按Y 然後按ZL 很容易就打爆它 打岩石去人的方法就是這個樣子 OK 拿到好多好多的礦石可以去賣錢 這樣我們就幫 徒弟解決了它的問題 那 解決它的問題之後 這邊還有好多好多的 礦石 這邊 我就拿出我的消炎棒來打 這些礦石 消炎棒來打礦石喔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火山區就是有好多好多的 礦石 你就是 多打一些礦石拿來賣錢 尤其是剛開始玩這個遊戲 錢不是很多的話 打礦石賺錢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好 那我們就解決了這個岩石巨人 我們就 把我們自己傳回古龍城 然後去找剛才那個徒弟 好 這樣我們就傳回了古龍城 依托賽神廟 很重要的神廟 什麼時候要傳回古龍城 我都傳到這個神廟 然後我們就 去找 剛才那個徒弟 跟他講說 我們已經幫他 解決了那個熔岩巨人 在這邊 在 長老家 他 出來 右邊這邊 這個地方 就有 徒弟呢 太晚了 大家都睡覺了嗎 如果你發現太晚大家都睡覺的話 你可以 在這邊消磨時間到早上 大家又會起來 這樣 一切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來跟徒弟講說 我們完成了 任務 這邊 我打倒了熔岩巨人 他要給我一百魯比 好啊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繼承衣博之道的任務 這就是這次的薩達褲褲 快點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做更多更多 跟薩達褲褲褲相關的影片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打開